小夏今年27岁,是一名销售员,一年前的她因为性格不和跟丈夫离了婚,孩子抚养全归丈夫所有。 可离婚后的小夏觉得孩子待在农村里,始终不如城市里的人,于是便想着要回孩子的抚养权,并带走前往正式生活。 可独自上门协商,绝对前婆家人赶出家门。 小夏很是郁闷,小夏告诉我们,跟前夫是为婚姓月才结婚的,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就领了结婚证。 孩子出生和夫妻俩之间,就一直吵闹不断,为此结束了一年多不到的婚姻。 而离家的这段时间里,看到城市里的孩子性格各方面,都与农村里出来的孩子不同,于是本着为孩子主想的情况下,希望跟前夫讨恢复养权。 可屡次上门协商圈被赶出家门,一点情面都不留,为此希望讨一个说法,见到小夏再次上门。 前夫刘大哥很是愤怒,刘大哥表示,跟妻子是洗脚常认识的,当初衣食冲动,有了孩子,人本以为结婚后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 合婚后,一年多与妻子数百次,一家里穷闹离婚,更是主动放弃还被满月,也还被喝上一口奶的孩子。 而现在想反悔,要回去肯定是不可能的。 至于孩子在农村生活,并没有什么影响,一样活得很好的,不是说程序人的孩子就了不起。 在农村生活,并没有什么影响,一样活得很好的,不是说程序人的孩子就了不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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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